弟兄姐妹们平安 祝福你 有一个灵性充满亮光的周末 每一个基督徒呢 都有机会见到主耶稣 有些人他是在耶稣的时代 就看过耶稣从小孩长大成人 也有一群人呢 是看过复活的主耶稣 然而在现代的我们呢 也是有盼望 将来有一天我们肉身结束 我们回到天家 就有机会与主耶稣面对面 所以救恩其实给我们一个力量 是永远的盼望 让我们在这个暂时的分别里面 暂时的分开里面 我们不会永远的忧伤 因为这个忧伤只是暂时的 更长远的呢 是我们会永远的在一起 与主耶稣在一起 也会与我们相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 今天的灵修是在西伯来书9章27到28节 经文是这样说的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人人只有一死吗 更正确的说 肉体只有一死 但死后的审判会使灵魂面对到另外一次的死亡 或者是复活 基督的献祭也只有一次 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永远的救赎 而不是身体得赎 我们的身体呢 是属于地上的东西 会变化 成长 最后毁坏 同样的地上的房子也是会毁坏 然而属天的事物不会朽坏 当我们的灵魂得到救赎 我们将永远的与主耶稣在一起 在天堂里 一个不毁坏的家乡 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姐妹的欢送会 她即将要启程搬去另外一个国家居住 她与我们分享了许多的不舍 她分享到 到了她这个年纪 对很多东西是有很深的感情 即使是使用过的家具 就更别说是养过的小动物 社区里的邻居和教会的姐妹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舍不得她离开 但有盼望 我们有一天还会相见的 我的心中有平安 也可能是因为 我不是那个要离开的人 留下来的我们这群姐妹 依然有一群姐妹 我们依然在熟悉的地方 但离开的这位姐妹 她就必须要重新的去认识新的社区 找到新的教会 认识新的朋友 如果你也正在考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 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有没有看见 神向你印证 你应该要换一个环境 暑假即将到来 有些弟兄姐妹都会面临着需要换学校 换工作或是搬家 你不需要担心未来将要如何 因为当有圣灵引导你前面道路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 这也是救恩对我们非常独特的意义 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要开始跟随着主的角中 走人生的路 再从这个走人生的路 走向回天家的路 回到天家 可以与主耶稣面对面 也可以与主内的弟兄姐妹再次相见 虽然越讲越远 都讲到要回天家了 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天家可以相聚 使得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更有目标 也让我们可以克服 所有地上的分离都只是暂时的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献上感恩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因着主耶稣的救恩成为了一家人 也会因为地上有许多不同的原因 而需要暂时的分开 求主你加添力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地上短暂分别伤心忧愁的时候 能够仰望主耶稣 明白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前途是最好的 也求主祝福在暑假期间 需要回国出差搬家的弟兄姐妹们 被圣灵的平安充满 心灵刚强 常常在主爱里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